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外卖小哥,韦弥 然后这个Vlog是想要跟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告诉大家我是怎么样的人 然后我平时都是怎么接触潮流文化 就是我对潮流文化的看法之类的 当然我现在生活的城市是在加拿大 在加拿大上学 然后也在东方上课 然后当中这个城市就是19年NBA总冠军的球队 然后由于可能疫情原因可能2020年 可能2020年的话加拿大猛龙球队就未免冠军了 因为疫情原因NBA只能停播 大家在疫情期间别忘了要么戴头盔,要么戴口罩 我个人也是比较喜欢像众所周知的西班的潮流文化 像Supreme, Palace这种 当然我也会去看那些高阶阶的 例如说是普通话,就是克罗欣 然后Fear of God 我中文名为畏惧上帝 然后Po主本人也是来自于广东 然后广州人 然后所以说如果我的普通话有什么不标准的话 请你们留言更称一下 就是你怎么接到我是广东人 这个圈子呢其实我也有从初中就开始关注 就是开始关注这些球鞋圈 球鞋圈 一开始是看书 然后后来就看公众号 然后一点一点的开始对潮流也感兴趣 发现穿搭也很重要 对于一个潮流的look来说 所以未来几期呢我会做一些OOTD 就是一些穿搭风格的 不同穿搭风格的一些视频 然后我未来的vlog有可能会出现搞笑的 还有时尚的 还有一些可能关于我个人生活的vlog 第一支影片呢我已经Po在了我的channel上 我也很荣幸的成为了一名Po主 然后现在第一支影片是叫做去开我朋友家的枪 未来几期呢可能在疫情之后会继续发布在网上 如果你还觉得OK的话可以点一下like还有关注一下 如果在视频中听到铃铛的声音是他发出来的